HELLO 大家好我是HKA的小玲 今天要來講解營運行的梳理 何謂營運行梳理 出門先按個自爆鍵嚇死對手 我認為現在的META 打野就是基本上前期就是做一個發育的動作 然後等到了中期 裝備可能比別人多一件大裝 這時候我就會出來GANK對手 然後因為這時候我的裝備是低於對手的 所以我平常的打架是比對手還有優勢的 這時候我就可以幫助隊友造成更大的滾雪球動作 那到了後期我會建議梳理可能當一個刺客 可能搭配著一技能的引擎 如果有機會你可以前進對手的也去 直接做一波GANK的動作 我覺得梳理的缺點應該就是 遇到像林蒂 然後還有Lumia那種開燈角 最想遇到的應該是屬於手短的戰士 因為我可以用遠程的消耗 先點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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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擠滿血劍之後 我可以直接用二技能甩過去 然後搭配一技能的圖刺 直接做一個強力的爆發 它是屬於近戰 然後近戰一定是帶紅色是最痛的 那我會選擇帶攻速前破陣仗 再來全能的原因是因為 它可以做一個型態切換 然後搭配全能的被動 那聖劍就是主要是 它是屬於半射手類 所以我覺得它還是 出聖劍會來的有極大的爆發力 最後一件我會選擇帶涅槃之刃 那這件我沒有特別的要求 需要去帶哪一件 可以因戰場而改變它的組裝 梳理的奧義我會選擇帶十顆暴怒 然後十顆精靈 十顆龍爪 梳理的魔舞我會建議帶紅色銀刃 鬼爪跟死亡詛咒 然後下方我會建議帶強化恢復跟閃金獵人 我建議平常先普攻普攻 然後下方有一個血劍這裡 擠滿之後直接這樣做一個圖刺 這是最理想的捷技 它如果在打團戰的時候 可以拉魔龍 自家野區防禦塔也是能夠疊的 也是能夠疊 然後這樣做攻擊 那還有一點 如果說你血量是比較低於一半以下的 我建議是用遠程吸回來 你這回血量會比較高 那如果說是高於一半 我建議你用平常普攻 你吸血量會比較高 對 因為它血越低是加4% 所以你會加越多 蘇里到中後期的部分 可以上用一技能的引擎 然後給隊友視野 然後搭配隊友做一個擊打 給對手一個不期不易 那蘇里他開了一技能 如果說被敵方的控制技能給打到 你是會直接先行 就是你會直接出燃力 你不會再繼續引擎的狀態 以上就是營運型蘇里教學 這就是最強Meta 乾嘛呢 我現在來介紹攻擊型蘇里 大家好我是MOP的GIN 今天我要來介紹蘇里攻擊型的打法 蘇里開始可以紅旗 然後搭完一輪後 有中兵或是有上兵 就可以跟著隊友一起吸收一點親戚 因為親戚第一波是蠻弱勢的 然後之後再搭完第二次紅BUFF的時候 就可以親戚開始打架 因為那時候打野刀跟攻速群已經出來了 就可以跟著輔助入野或是塔殺 就是不用回去刻一手藍BUFF浪費時間 中後期刻的經濟的優勢 可以盡量蹲去對方野區 因為只要經濟沒有輸 你基本上蹲在野區單挑的話 基本上打誰都不太會輸 玩蘇里最怕遇到薩尼 薇拉 還有陸蜜亞 因為你在攻擊的時候 如果被控制到會很尷尬 蘇里最喜歡追到邊前廁所 例如勇 凡恩 還有特爾安拉斯 這些都超級好抓的 我會先帶打野刀 然後先出這個小刀之後 然後出合上攻速血 然後之後再把這個紅野刀合上去 然後之後再出這個角鬥士 然後再出聖劍 基本上這時候爆擊那個效果也非常高 然後再把那個破神合上去之後出全能 然後如果逆封的時候的話 然後就可以合那個死神點刀拖壓那個時間 就是血跡的時間 然後如果順風的話就可以直接合復活甲 紅色會帶暴怒 然後紫色會帶精靈 綠色會帶龍爪 藍色的部分我會帶復活 強化培復 然後擊殺 擊殺增傷跟這個復活 因為它前面我們拿紅BUB就要幹架 所以如果死掉的話 復活的話不會掉經濟 前面這個紅區不貼到 趕快轉回吸血狀態 之後走到對方後排就衝上去一直砍 像現在貼不到的話 就立刻轉為遠形態 一直點 因為遠形態炸下去的攻擊力很高 會戰的時候基本上就不用著急 用近形態進場 就是能poke的話 能二技能遠程的話 能炸的話就盡量用炸的 然後等待實機能進場收割的時候 再進去收割 或是你被敵方貼到就是用近形態 在進行吸血 到嘴換血 後期有時候不好進場的話 可以藉由引擎 引擎然後引擎一技能 這樣其實它是看不到的 然後找一個時間點抓它 可是一技能最好還是要預留一段比較好 以上就是攻擊型蘇利教學 今晚來點攻擊型蘇利吧 多謝 有些人 用來點擊 尋找人 到什麼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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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